你知道 現在都已經2月點了 快要到3月了 就沒有想到 現在在美國 現在整個北部的亞洲 全部都進入 又進入到冰封暴裡面 對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美國東岸跟西岸 29州超過7500萬人 竟然都在冰封暴裡面 這個很誇張啦 北部地區 它的積血是60公分 現在快要春天了吧 竟然是迎來 30年最強的降險 不知道要3月了嗎 對啊 這個春天了 3月不是要春暖花開了嗎 竟然是30年來最強的降雪 而且我們看到 因為這個下個畫面 路邊的這個結冰太后 有非常非常多的車子 失控跟打滑 我們用鏡頭 特別去拍有個大貨車 這大貨車在打滑過程中 是真的 你看 非常可怕 表示是完全煞不住的 直接 你看 整個車翻到雪地裡面 另外還有一個 警察在巡邏 他在巡邏的過程中 結果大卡車過來的時候 他差一點 你看 真的很危險 他真的差一點點 好險他反應過快 否則他真的會完蛋 另外呢 因為這個冰封暴 真的是生死一瞬間 真的是生死一瞬間 現在因為冰封暴 有非常多電纜被吹垮 電纜被吹垮 過程中很多社區都出現大火 出現大火之後呢 這樣超過全美是有85萬 或斷電 你要想想看 在這麼冷的地方 你斷電會發生什麼事 你是沒有辦法供軟的 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狀況 甚至呢 整個氣候實在太糟糕了 內華達州有個醫療救護的飛機 有墜毀 這個是非常非常鼻酸 這個飛機墜毀之後 因為你看 上面是有所謂的駕駛 有病患 有醫護人員 五個人全部都罹難 所以對於這場大雪 帶來的狀況是非常非常糟糕 可是呢 有個地方我想都沒想到 連南加州都有暴雪 我們給大家看這種氣候的畫面 南加州其實是氣候非常非常疑人的地方 南加州 結果南加州竟然也籠罩在暴雪裡面 你要知道 南加州這一次是 三十四年以來 首次發布暴風雪警暴 南加州熱了要死 可是竟然遇到這個樣子 所以南加州現在很多農民在幹嘛 緊急採收農作物 為什麼 因為現在要進村 這是南加州 對 你很難想像的好萊塢 春光明媚 而且你知道 加州有六百萬人 進入到這個洪水警戒 這個洪水警戒中 你除了冰風暴來還有大雪 大雨之後很多車子 房子 露營車 直接都掉在這個河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人 你很難想 你看這個大雨過來地極掏空 這連露營車跟露營都一起掉到水裡面 甚至給大家看到 加州的著名地標 這個好萊塢地標 既然全部 四周以來全部都是雪 在這邊導播大家看看 好萊塢地標 全部都是雪 這個東西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種好萊塢的畫面 你可知道嗎 這是132年以來的低溫紀錄 好萊塢從來都沒有這麼雪 雪這麼多的狀況之下 所以你看這場冰風暴 除了東岸跟西環之外 連南加州也這麼的慘 甚至在拉斯維加的時候 這個風有多大 給大家看記者連線的時候 真的很辛苦 拉斯維加 拉斯維加是 記者在連線的時候 這個記者 在戶外是連戰都站不穩 戰都站不穩 直接被風吹打 就這個 這個畫面也是很熟悉 台灣台風的時候 記者都會到前面去 就是遇到這個狀況 很新鮮